哈囉,各位大家好,我是牙技師石泰迪 木曜四草丸一日系列的一日牙技師還蠻有名的 那就有蠻多人在詢問說 牙技師的入學管道或者是說 要怎麼去就讀這個科系 那我今天就要在這邊跟大家做一個講解 那首先就是黑技術科或者是牙體技術系呢 在全台灣只有四間學校 只有四個區域就是台北、台中、嘉義跟高雄 四間學校分別為台北就是北一嘛 中部就是中台 南部有兩間,一間在嘉義 一間是明慧 然後另外一間是樹仁 在高雄的樹仁 這四間的優缺點呢 當然就是先將學制跟各位學生來說 就是分為四季、五專、二季跟在職專班 那四季就是大學的四年嘛 五專就是國中畢業去讀的五年 然後二季就是五專後的兩年 就是大三大四的兩年可以補學歷的 因為做牙體技術師是必須要證照的 所以在職專班就是說 已經在這個行業工作了 可是你沒有這個相關的學歷 就有這個在職專班的這個項目出來 首先我們先來講各校的考招率好了 因為這一科目就是要考國考嘛 所以考招率我想大家應該是還蠻看重的 五專的話呢 就是明慧跟樹仁的考招率 絕對會比四季的考招率還好 五專的話就是大家都是由學校老師統一去做輔導考試 那大學生就比較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當然考招率相對來說就會比五專來低一點 第一個就是五專大於四季嘛 然後再來就是二季 二季兩年呢 同樣也能夠考牙體技術師的執照 是別的行業想要轉職的 所以他就可以選擇二季或者是在職專班 記得時間比較短 然後學習到的東西當然是相對來說比較有限的 考招率會再更低一點點 再來就是在職專班 在職專班就是利用假日呢 去學校 牙體技術師的考試呢 考選部有規定每一個科目呢 學校都必須要有固定時數的安排 所以其實在職專班就是去把最低限度的 這個考選部的這個標準去做達到 因為都是利用六日的時間 然後平時每一個學生可能都是在牙記所 或者是在牙醫診所工作 所以相對來說 準備考試的時間又更少 所以考的率又會再低一點點 那不管你是讀五專或者是四季 我覺得有一件事情 大家必須要去了解說 你到底對這個牙體技術師有沒有興趣 因為牙體技術師說實在的 不管你是五專畢業 或者是四級畢業 或者是二級畢業 剛出社會的起薪 大部分都是兩萬七或兩萬八 兩萬七兩萬八到底有沒有含老健保 在額外付一筆老健保的費用 那你可能實領的大約是兩萬四左右 大家會覺得說一張假級的證照 就是國家高考的證照的薪資待遇 剛出社會並不是說很好 所以相對來說 一出社會就選擇做牙記的學生並不是說很多 我覺得還蠻難過的一件事情 是因為大家努力了四年 或者是努力了五年 可是最後我們的環境讓我們下一代的學生們 我們沒辦法一畢業就去選擇這項工作 好那我來講講我的個人經歷好了 我個人本身並不是本科生 只有讀二技 也就是大三大四的時候 那為什麼我會讀二技呢 是因為我原本五專 我畢業之後我想說 我可以試試看別的相關的國家考試的一個證照 那找來找去呢 唯一沒有限制的 牙記的二技呢 是沒有限制說必須要本科生才能夠報名 所以我覺得 我可以利用大三大四這兩年呢 去別的領域看看 所以我就來讀中台的二技了 那中台二技這兩年呢 其實我覺得如果說你是已經畢業的 然後如果說你是想要轉職的 我比較推薦你讀中台的二技 因為做這一行很吃各位的經驗 中台二技的教育對要轉職人來說 教育是比較穩紮穩搭的 因為畢竟你就是要用兩年的時間 禮拜到禮拜五 你就是要好好的讀書 或者是準備博考的考試項目啊 像是石膏棒啊 像是石膏棒 或者是說拍牙的考試 會比較了解說這一行到底在學什麼 才不會說你到職場上面 你還要再從頭去學 然後花更多的時間 然後又沒有很好的學歷的基礎 所以我比較推薦如果說你是要轉職的 你可以選擇中台的二技 因為再次專班只有六日 所以相對來說 你可以學習到的東西會相對來說比較少 牙記高考到底能不能 我覺得其實還蠻簡單的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其他的國考項目 像是醫檢師、放射師、或者是世光 還有護理師 其實其他的國考項目都是考純學科 是六大科的學科 可是牙記是四個學科 兩科是數科 所以你只要好好的把術科學好做好 然後學科的該讀的讀完 基本上你要不考上其實還蠻難的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是 大部分的國家考試都是80題 牙記的考試是50題 你不會那麼緊張 然後考試就是考那幾本 你不會說非常的厚 但你只要有心理想考上去的不是問題 所以我推薦如果說你是要轉職的話 你如果說需要比較穩在穩打的學習經驗或者是基礎的話 你可以去讀中台二季 如果說你是已經在工作的話 你沒辦法那你就只好選擇 如果說你又要考證找的話那你只要選擇的是 素人的在職專班 那五專或者是四季呢 大家就必須要考慮說 你對這行到底是不是有興趣 是不是你自己想要做這一行 或者是說家人覺得說 牙體技術師就是讀牙記呢 就出來畢業之後就變成牙醫師 其實是不對的 牙體技術師是負責口外的厭妇物的製作 跟牙醫師的職業是完全不同的 我們有各自的專業 那再來講講五專跟四季好了 五專跟四季呢 其實學的東西大同小異 都是以國考的項目為主 石膏棒啊 雕刻啊 那因為五年的話 你就可以學校可能會再多分配一些 臨床的一些case給同學做 就是每個學期有每個不同的作業 四季當然是 作業會比五專還來的少一點點 因為少了一年嘛 好 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到說 五專四季二季跟在職專班的 各個優缺點跟考照率 那最重要還是要跟各位提醒說 如果說不管你是讀哪一個科系 如果說這是你的興趣的話 你就可以早點去讀 因為這行真的是很需要龐大的經驗 才能夠成為一個很標準的牙記師 並不是說我們一畢業了就是可以馬上上手 這是不可能的 都是需要經過磨練 那如果說你真的很有興趣的話 你早點來學習相關的知識 才不會說你可能三十歲四十歲 你想要轉職 可是你要想喔 你三十歲來讀 就算你讀在職專班兩年好了 你三十二歲畢業 從不會到會 至少也要三年到四年 那你就已經三十六歲三十七歲了 所以這一點 不管是要給 想要就讀這個科系的人 都必須要想清楚說 各位到底喜不喜歡這個科系 而不是說啊進來了發現 原來這一行 環境竟然是這樣 畢業了就沒有做這一行 或者是說 進來半學期就直接休學 這是還蠻常見的 在各個學校 如果說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各個學校問看看 那希望我給大家的資訊 能夠幫助到大家 我是英明牙記師 專門幫醫生做假牙 我們下週見 我們下週見